《海贼王》1015话,山智联手索隆踢飞奎因,大河对战凯多,那没得咒思。 看完《海贼王》1014话后,很多海迷纷纷觉得这剧情发展让人无力吐槽。 比如,小菊再次因为堪食狼化身于甜而心软,最终命丧敌人之首。 而警卫们在鸡沙看食狼后又被凯多一棒正中脑门,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虽然,和之果片有着太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不过,看到第1015话情报的更新,大家想必还是非常开心的吧? 接下来,就让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这最新一话情报的主要内容吧。 1. 布迪奎因和佩罗斯佩罗,乔巴虽败有容。 在第1014话中,唯一让海迷们眼前一亮的情节当属乔巴的拦拨球功效持续时间大大延长了。 虽然,不少海迷觉得乔巴如此信任开洒这个反派,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大家还是非常开心看到他爆摔回音的画面,于是我们又谈论起100贝离打败11贝离的话题。 但很可惜的是,韦田大神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第1015话中,奎因联手佩罗斯佩罗,最终打败了乔巴。 2. 蓝波球没能帮助乔巴弥补上金和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但他虽败有容。 2. 再次联手,锁龙主力删至踢飞奎因。 3. 打败乔巴后,奎因正想趁机解决掉他,耗到了自己的病毒攻击被化解的仇恨,这时候,山士从天而降,只见他拿着锁龙十字这把无上大块刀,一脚踢飞了想伤害伙伴的敌人。 3. 不得不说,锁龙十字和炎魔一样都可以大幅增强使用者的力量,在这股力量的加持下,旅战与外的山志总算是重创了奎因,他再次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3. 海迷们见此情形也开始激动起来,这对欢喜冤家终于再次并肩作战,他们一起对付强大的敌人了。 3. 妇女见面,凯多想要听大婆叫一声爸爸。 4. 除了介绍乔巴、山志和索隆的情况外,第10015话中还有更为爆炸的信息,那就是凯多终于遇到了大河了。 4. 在看到自己的女儿后,霸气威严的反派大boss开多也展示了他作为父亲的温情无面,这个强大无比的四皇竟然尽呼哀求地想要听到大河在叫一声爸爸。 4. 看到这一幕,小编觉得对一个父亲来说,最爱的女儿真的是小棉袄,只不过,大河却是一件黑鲜棉袄,他一心想追随玉田,甚至不惜与父亲反目。 4. 大河描述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为了自由才将对战凯多。 既然大河与凯多相遇了,那么,北田大神很可能会挤这个机会,向观众解释一下为何大河会这么崇拜玉田了。 小编觉得大河也许会对着凯多说了自己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他很希望能有一个像玉田那般伟岸,有英雄气概的爸爸。 听了大河的心理话后,凯多一时间陷入了沉思之中,他知道自己虽然实力强大,并且也憧憬可以堂堂正正的战胜强者,但实际上,他却只能依靠各种阴谋诡计来打败对手,这也怪不得女儿会这么看不起自己了。 哦,宙斯没有被施,纳美即将告别弱小三人组。 第1015话的情报中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纳美的帮助下,宙斯成功摆脱了被赫拉吃掉的命运,他藏匿在气候棒里,躲过了这一劫,也收获了一个新主人。 而罗也来到了大妈身边,他的到来极大缓解了吉德的压力,这样一来,吉德、罗和纳美三巨头对战大妈,小编觉得这场仗可以打。 也许,北田大神会就此安排这三人打败大妈,并且帮助他恢复本性的情节哦。 以上就是海贼王第1015话情报的主要内容,这一话中,北田大神也说明了掉落下海的陆飞已经被救起的事情。 整理不易,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篇文章,如果您对于这一块的剧情还有别的想法或者建议,欢迎留言评论哦。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